腾讯体育8月12日去,塞维利亚俱乐部通过官方网站,宣布葡萄牙前锋安德烈西尔瓦租结加盟,合同中有买断条款,致密拉体育报报道。 足界合同到期之后,塞维利亚将以3000万欧元买断葡萄牙前锋,塞维利亚在官网宣布,塞维利亚足球俱乐部与AC米兰足球俱乐部达成了安德烈西尔瓦的撞会协议。 在接受体检并且与俱乐部签约之后,安德烈西尔瓦已经成为塞维利亚球员,AC米兰则在官网表示,俱乐部感谢安德烈西尔瓦效力期间表现出的职业精神。 希望他在新的舞台上好运。 22岁的安德烈西尔瓦是欧洲最有前途的前锋之一,2016-17赛季,效力于波尔图的安德烈西尔瓦在32场联赛里打入了16球,如此出色的表现。 但米兰在2017年下窗转投AC米兰,遗憾的是,葡萄牙前锋对一甲水土不服,40次出场紧打入10球,逐渐将主力位置交给了米兰清训出身的库特罗美。 米兰在下窗对风险换血,潜入一关眼之后,上赛季表现不佳的安德烈西尔瓦,卡利尼几军上了一对名单。 最终,两名前锋双双转投膝甲,扣着转投马斗里竞技,在米兰无法发挥出实力的安德烈西尔瓦在葡萄牙国家队站稳了脚跟,2016年9月1日完成出紫秀以来,前米兰前锋在试预赛发挥了这样作用,10次出场打入9球。 贝斯伊罗,电名表扬,2017年联合会杯,安德烈西尔瓦在无场比赛里常常首发出场,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,安德烈西尔瓦则在4场比赛里3次出场,对伊朗狮子首发出场,26次为葡萄牙出场。 安德烈西尔瓦,安德烈西尔瓦已经打入了12球,租借加盟塞维利亚之后,安德烈西尔瓦成为金梅巴,阿玛杜,瓦里克,塞尔吉哥麦斯,加尼翁,比达尔之后塞维利亚下窗第70新元,奥拜尔菲安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